今天聊经济也要带大家一起来聊你的荷包 还有你爸爸妈妈的荷包 其实现在当然大家会讨论说 啃老族是不是越来越多呢 因为包括在美国其实有将近一半以上的父母 每个月花多少钱 那43,000块资助他们的成年子女 主要像是千玺世代 就是我这个世代 还有Z世代呢 其实食品住房的成本飙升 而且他们的薪水相对来说 是跟他们爸爸妈妈二三十岁的收入水平 还要低的 还有自己还有学生贷款 所以很多时候爸爸妈妈难免会帮忙一下 甚至呢 其实现在有47%的家长 为了成年子女的月花费 就来到了这个43,000块台币 而且很多时候真的是苦自己 也不能苦了小朋友 因为58%的父母是牺牲自己的经济保障 而这样子的数字呢 比去年增加了两成之多 当然还有61%同住的成年子女 本身也不会拿钱给爸爸妈妈 不会帮忙分担家庭开支 所以这样子的情况 看在财务规划时的眼力 就蛮担心的 因为你一不昧的帮小朋友 但是自己的退休金还有应急基金 你有没有准备好呢 所以他认为说父母应该要划定界限 找到相关的平衡点 但其实我们要来看到另外一个数字 其实就是35岁以下的成年人 其实不到一半这个财务独立 所以说过去很认为说 18岁或是大学毕业之后 你就应该要赚钱养自己 但是呢在美国现在社会来说 哇可能到35岁都还是要跟爸爸妈妈拿钱 尤其是25岁以下子女跟父母同住的人变多了 2024年来到了57% 而且有59%的父母都曾经资助35岁以下的子女 而且当中大家会很难说 难道这些小朋友没有钱吗 我们就来比较 我们把通膨的因素也考虑进去的话 这是调整过的 你会发现到1993年当时的族群 跟2024年不同的年龄层来看 其实2024年现在的族群 这个年代包括18岁一直到34岁这些族群 赚的其实都是比较多的 但为什么还要跟爸爸妈妈拿钱呢 像是其实现在35岁以下说 财务独立完全独立的只有45% 一半不到 主要还是两个世代当中的财富差距真的太大了 所以还是会难免跟爸爸妈妈拿钱 还有如果你想要达到所谓的成年里程培 例如说大学毕业啦 买房买车等等 你必须要花更多的时间还有更多的金钱 所以现在有像财务规划的创办人就说了 现在成年子女过渡到财务独立的年纪 其实越来越晚 接受父母资助的年限也跟着更差 所以说这会造成什么情况呢 第一个是不是剥夺小朋友的独立机会 还有当这些小朋友这些年轻人 拿了爸爸妈妈资助之后 等到父母老了之后还是要来帮忙父母 所以说也出现一种世代依赖的状况 所以这也是专家认为说必须要来调整跟解决的 但我们来现在看到的是南韩 南韩现在少子化 还有小学的新生入学人数纷纷创下了新低点 但是现在有七宝父母特别引发关注 位于南韩首尾的这间两房公寓住着一家九口人 今年29岁的赵姓同龄夫妻 一共生下四个女儿三个儿子 在少子化时代七宝爸妈成为话题人物 房间一侧墙壁堆满育儿用品 玄关入口孩子们的鞋子都快放不下 随着七宝逐渐出生长大 十六坪的房子越来越涌紧 一到假日小学和幼儿园放假时 七宝爸妈全年后照顾孩子 完全没有喘息时间 这一家人日子过的结局 但看到刚出生的可爱老妖 全家都不以为苦 七宝爸妈获得当地区政府 首次发放的一千万韩元 约23万台币的生育养育支援金 他们的故事登上媒体后 外界爱心捐助也跟着来 其中一件南韩企业 透过区政府慷慨送来一亿韩元 约230万台币的大红包 南韩生育率名列全球最低 2023年再闯新低 南韩统计厅公布最新数据 总和生育率也就是女性一生 平均打算生育的平均新生儿数 在去年第四季首次降到0.6名 是历年同期最低 南韩官方预估今年生育率 可能进一步降到0.68 生育率低少子化 就是因为在南韩养小孩 实在太贵 南韩新学年从三月起算 南韩教育部表示 今年南韩小学新生人数 創下历史新低 有多达157间小学 没有新生报道 一般新生育率低 半一名都 받지 못했습니다 이곳처럼 올해 신입생이 없는 초등학교는 강원 지역에서만 25 곳이나 됩니다 지난해보다 7 곳이나 늘어난 겁니다 今年的小一新生是2017年出生的孩子 南韩官方预估 未来几年新生额数量持续減少 学校造成状况也会越来越糟 학년 인구 감소로 인해서 입학생이 영매입니다 만약에 이 상황이 지속된다고 하면 향후 학교가 폐괴될 위험에 빠질 위험성이 있습니다 올해 79월 졸업했거든요 그래서 역사가 꽤 되는데 신입생이 없었던 것은 처음입니다 학급수가 줄어서 교감생도 없는 학교가 된 상황이어서요 참 모든 것이 안타깝고 아쉽죠 面临面校危機的小学 努力到各地幼儿园发送传单招生 各地方政府教育厅 也想方设法吸引学生 然而出生人口持续減少 怎样招生都有限 各籍学校能不能继续營运 只能期待政府端出利多 鼓励男孩年轻人多多生育 TVBS新闻综合报道 TVBS新闻直播回到YouTube频道了 提醒您 每周一到周五的晚间7点到9点 由新化主播为各位新文化重点 记得一定要来参加直播